12年前,十任总统马英九推动爱台蛇想建设 依序建置花莲大农大富嘉义敖谷石地 以及屏东林厚403个平地森林园区 全台为三的平森园区9月7号到8号 一连两天在花莲大会师展开平地森林交流共学会 一同分享园区的经营规划理念 各物司旅游产品规划达到互建共学的目标 全台为三的平地森林园区12年来首度大会师 昨天7号开母破冰 除了静态的生态文化与观光旅游 社区参与及公司协力两大议题论坛 今年8号东道主林业署花莲分署 特别带领两个友区实地参访体验 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 周边部落社区人文产业文化之美 那我们当初的想法就是 让这个平地的森林 因为大面积的森林 给可以提供一些森林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 那在这12年当中 其实因为在不管是经营管理 然后法规或者是我们的土地全署 跟我们要给游客的这些游戏行为上 都各自努力 那可是我们三个平地园区 确实缺乏交流 我们应该自己来看看 其他平地森林园区的经营 参与经营管理的这些相关人员 其实不止只有工部门 还有我们很多合作的机关 然后还有我们在地的社区 跟发展协会 还有我们这些相关的NGO组织跟志工 我们希望大家对于这个平地森林园区的 三个不同的一个状况 能够在此地交流 2011年时任总统买酒推动爱台12项建设 依序建制花莲大农大富 嘉义东石熬谷湿地 以及屏东林后四林三个平地森林园区 三个园区资源 尽管不同也发展出各自独特的风格特色 这次首度聚首交流共学 三个平地森林园区都高度赞同 对我们这三个平地森林园区 其实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使命感 大家一起来做 那让整个发展整个区域的一个社区 一个产业人文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 不再是单打独特说 我就是提供人来往 不一样 这是一个符合时 在103年也是最后一个成立的 嘉义东石奥古市地评审区 对于这一次的大会师也高度支持 肯定三评审员区共学交流 不再单打独斗 那其实这样的一个 也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社区制造支援的宝贵 那他们将来也会更努力的 跟我们分属做结合 然后一起来保护我们的华盛情 那所以这个应该也是 社区保育的一种形式 那我觉得这个 这样的一个方向 是非常努力的 三个评审员区运用各有资源 发展各自特色 也同样有需要面对解决的问题 借着这一次的交流共学会 各管理单位与合作伙伴间 一同分享园区的经营经验 构思旅游产品规划 展现评审区合作效益 也开启评审永续发展的下一个阶段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稍等下来